看到眼前一大片的睡蓮 相信大家對三隻橫山的蓮花伯伯 阿斯伯一定都不陌生吧 阿斯伯從50歲開始 在30年前就開始種植睡蓮 不過想要看蓮花的民眾 現在可要好好的把握時間 雖然阿斯伯所種植的睡蓮花期較長 不過他說開花時間的長短 要看氣候決定 而以今年來說 氣溫比較早下降 因此阿斯伯也開始趕在冬天來到之前 將所種植的睡蓮採收 這路對我們農曆差不多三月十五 就開始有啦 差不多這氣候如果比較好 差不多冬至十二月才有 今年早上降 變年了 現在花長期還不錯啦 花就比較少了 楊文石所種植的香水睡蓮 具有經濟價值 而總面積將近三千坪 以水梯田的方式種植 而三支橫山梯田一帶的阿斯伯蓮花園 由於種植的是花期較長的睡蓮 不僅在這個時候正式滿元綻放 如果氣候許可 最常可以開到十二月 他說沒有傳農又沒有花花 幾條這樣 收藏跟英國是這樣 比起來比較差一點 習慣齁 就生住 就變住人就好起來了 收藏是比較無所謂 這片沿著三坡的蓮花田 緊鄰著山路 讓經過的車輛看到了都不禁令人讚嘆 紫色粉紅色與白色的睡蓮 彼此交錯 美麗的姿態相當的迷人 遊客不僅是可以沿著小徑 繞行蓮花田賞花 而從這裡還可以直接看到了海岸線 在視覺上更為豐富多彩 想要賞花的民眾 不妨可以走一趟北海岸 可是會有不少的收穫 記者熱品還許斷藝 三支採訪報導